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如果你很容易文思枯竭 或者是你本來就不太會寫文章的人 那你怎麼去在你的部落格 或是你的網站上面去產生 持續去產生內容 或是在你的臉書上面 甚至在你的LINE的這個動態消息裡面 持續去產生內容呢 有一個方法啦其實很不錯 就是Google的快訊 Google的快訊就是可以讓你去搜尋某些關鍵字 呃...不是搜尋 設定某些關鍵字 然後呢這些關鍵字是跟你自己的產業 跟你自己的產品 或是跟你自己的服務是相關的關鍵字 只要你把這個關鍵字設定在Google快訊裡面的話 那Google快訊它會在網路上去搜尋這些關鍵字 只要有符合這個關鍵字的訊息呢 它就會每天發送電子郵件到你的Gmail去 那這個方法呢 非常的好用 它因為你可以依照這些關鍵字 收到這些相關的文章 那如果你真的不會寫文章的人 或是你腦袋空空的人 那你至少可以收到這些文章 然後看一下這些文章的主要內容之後 你再去編寫一下修改一下 那讓它成為你自己的原創文章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那第二個呢 Google快訊還有一個功能 我覺得很棒 就是競爭對手 分析競爭對手 了解競爭對手 像剛我說關鍵字嘛 你把那個關鍵字放進去設定之後 那你平常只要Google它在網海中搜尋到這些關鍵字 相關的那些內容寄給你的時候 你一看 這是某一家競爭對手的文章 那你是不是可以透過這個關鍵字 去了解你的對手在網路上做了什麼動作 我像我自己就 我去設定網路行銷啊 甚至 我覺得很好笑的是什麼 很好玩的 不是很好笑 很有趣就是 我設定了流奶巴三個字 那等於說只要 網路上有流奶巴三個字的 就會寄到我的email來 結果發現我收到的email 誒奇怪 這 我這幾天又沒有發表文章 為什麼會有流奶巴相關的那個關鍵字的文章 然後寄到這邊來 我一看啊 就誒 我把它點進去之後 它連到某一個網站去 一看 是我的同業 是其他網路行銷老師 然後 抓了我的文章 放在他的文章裡面 然後我就看 哎呦 怎麼那麼好玩 就 我就搜尋自己的名字 然後 就別人抓我的文章去放在他的網站上 所以 其實 這是一個 蠻好用的工具 Google快訊 趕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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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搜尋Google快訊就可以了啦 然後 就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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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